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老话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意思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居住的人们 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 比如说生活在植被茂密森林里的人们 这个往往是以打猎采药为生 而这个生长在江河湖海边上的人们 通常掌握了很多捕鱼 捞虾的技巧 在我国湖南省的盐陵县 有个叫神农谷村的小村落 村旁有一条峡谷 谷中不仅生长着有毒的奇花蚁草 而且还栖息着数量众多的毒虫蛇蝎 长期和这些有毒生物生活在一起 村民们也渐渐地掌握了一些用毒的技巧 其中有些技巧甚至成为了他们生存的本领 每当雨季到来 溪流涨水 神农谷村的村民会将一种褐色的植物枝干 带到小溪的水流平缓处 然后在水边的石块上用力砸碎这些枝干 随着一滴滴的白色枝叶流出 渐渐混入到溪流中 整段溪水变成了乳白色 不一会儿的功夫 水中的各种鱼儿游动越来越慢 甚至有些鱼翻了肚皮 这时 村民会将一些个头较大的鱼 用手打捞进筒 带回家做一顿丰盛的美食 村民使用的褐色植物 叫醉鱼草 才自村边的神农谷 醉鱼草全株有毒 捣碎投入河中 可以使活于麻醉 这些被麻醉过的鱼 在放入清水中后 不久就又可以活蹦乱跳 因而人食用无害 村民还会将捕鱼剩下的草汁 均匀地播撒到田地中 用于杀灭农田里的害虫 村民们是怎么想到 用这种方式捕鱼的呢 原来村子里居住的 大都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客家人 山里耕地稀缺 时常会出现食物匮乏 青黄不羁的状况 因而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 只能想尽办法 从村子周边的山林河流当中 获取食物 利用醉鱼草捕鱼 就是其中一种 村民说 在村边的神农谷里 有毒的奇花异草不胜位居 其中这个毒性最大的叫 断肠草 那么断肠草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 神农谷当中 又为何会聚集了 如此众多的毒物呢 为了探寻神农谷孕育育有毒生物的原因 以及这里隐藏的地质规律 地理中国设置组决定 深入谷中进行一次考察 我们首先来到了神农谷旁的一个小村庄 记者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很多村民都有过与毒虫蛇蝎打交道的经历 咱们上上蛇多吗 多 都有什么蛇常见的 上前的五湖蛇 这个五湖蛇 银盘蛇 还有一个露铁头 烙铁头 烙铁头 毒烟青 春阳发是延陵县石都镇的蛇医 已经行医35年了 长期与毒蛇做邻居 并没有让它避而远居 反而练就了一身捕蛇治病的本领 咱们这被蛇咬的老百姓多吗 多 五湖蛇咬的话能治吗 多能治 都有用 这个是最好的 最好的是五湖蛇的蛇 这个是产房 除了去 这个就是房的 这是一种植物啊 还是什么呀 这是药 这是药品 最毒的药 这是鸡头鸡头 那您这个药是从哪儿来的 到山上瓦的 树枝里面的皮 把皮剥它就留下来 留下来就把它靠宽 近邻这片毒物遍布的大山 村民们续带相传的捕蛇技能 这也让它们能够轻松进入神农谷 去探寻山中那些奇珍异草 说咱们有种断肥草是吗 但是摄制组组来到了县 你咱们大夫呢 你好 你好 我只想向您打听点事 有断肠草这种植物吗 咱们这儿 有 这个不假了 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了 张高举医生告诉我们 在他学医的时候 曾经因为好奇 藏了一小块断肠草的叶子 虽然仅仅咀嚼了一下就吐掉了 但很快他就感到悟痛剧烈 经催吐解毒才得以缓解 当上医生之后 他还曾经救治过三个 扶断肠草的人 竟活了一锅死了两锅 他们都是吃了一个什么粮吗 粮大概是不到一粮吧 就死了 就鸡皮叶子 我们先去知道是黄药 是因为它长的颜色是黄色吗 颜色不是黄色 黄色是青色的 它的叶子有对象尺 好像桑叶也得像桑叶一样 好找吗 比较难找 得知了断肠草的形态特征 设置组决定立刻返回村庄 集合人手进入神农谷 这时记者得知 地质专家刘江龙博士 正在对神农谷的生态环境 和动植物种群状况进行考察 于是我们加入了它的考察队 出发之前 当地人特意做了一些姜糖 让我们带上 姜糖丝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呀 生姜 红薯糖 糯米粉 这个食品是我们客家人 最常用的食品 因为我们客家人 从中年地期签到我们南方来以后 要重新开放肯定 开放那就带点心 带饭 来非酒就耽误时间了 所以采用了这个食品 村民说 神农谷村位于山脚 周边同林密布 空气湿度很大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 人们很容易患上 风湿和关节炎这些疾病 而姜糖不仅可以冲击 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驱失功效 因此成为了当地流行的食物 山谷的气候它就是 在这个通口 一般这个湿度相对低 但是在一个比较密封的 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 空气流动不是很明显 它的湿度就要大 另外还有一个 山谷的这个气候 早晚的温度差异很大 一有温差 就这个水就容易变成水晶器 所以就导致空气 中的这个湿度也很大 设置组跟向导 以及地质专家 组成了一个临时的考察队 为了安全起见 考察队还邀请了 对神农谷情况非常了解的 当地人作为向导 近山的小路 从村口延伸至密林大栋 路两旁都是茂盛的草棚 目光所迪之处 葱龙一片 这时向导陈阳盛 好像发现了什么 他叮嘱大家停下脚步 谁都不要动 蛇 五不蛇 五不蛇 就是我们这个很多 也很多这样的 非常非常毒的 五铺石你看 就是那个 是五不的意思 就是说走到五不就用毒石了 石了 主要是说它很毒 它这个头都是尖的 好尖好尖的 你看 它这个石的习性 它就是比较懒 它就是躲在一个地方 有什么东西 这就经过了 它就扑它的石 你要是不动了它 它不会主动进去 一般我们行服的时候 就是说第一个人 和第二个人 要有一段的距离 因为这个石 你惊动它的时候 它要攻击的时候 它不可能 很快地攻击到第一个人 难免它就是攻击到 你跟着你屁股头 那个第二个人 你不要 不要对着它头 不要对着它头 与五不蛇的偶遇 让队员们意识到 已经进入了 毒虫遍布的危险区域 大家开始格外留意 脚下的路和周围的环境 进山不久 一条青石铺气的石板路 出现在了考察队的面前 仔细观察 记得发现 每隔一段 石板路上就会有一道缝隙 我们的前人 他们的修路的时候 他也涉及这个排水道 是吧 他这里一个 不远的地方也有 前面 对 我刚才好像注意到了 好像隔那么几十 二三十米 就会有这么一个 山上有水 冲下来 不费全部冲到这个路上 然后从这个排水道下去 几百年了 应该是靠这个排水道 这个小孩保存到现在 川家告诉我们 这条路叫做茶盐古道 是几百年前铺气而成的 一条从湖南客家村寨 通往江西的药道 湖南的客家人 通过这条石板路 把茶叶和药草卖到省外 然后运回石盐 布皮等物资 因而称之为茶盐古道 平地的这个道路 这个排水的地方里 它那修建的时候 它这个石头 它这个石头都有一放的 都是这个长条 它放到这里 往往这留一个大的缝隙 让水流走 把水 这个水啊 它就往这里流下去 它这个就能够保持 这个路垫长久的 那个完整 像咱们这降雨量有多少啊 它要修这个排水道 我们这里年平均降雨量 是一千九百多毫升 好像是 看来呢 这个排水道 还是很重要的 很必要的 走过青石板路 考察队在山谷中继续行迹 突然 不知从何而来的雾气 开始在我们的四周弥漫 阴云笼罩下 神龙谷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一块的一个 局部的一个山的小气候 为什么这个雾气一下子 这么快就上来 我们所属的这个位置 海大位置相对比亚高 在前面的这个区域里面 第一个是这里的这个水气 非常丰富 第二个 我们站在这个山上面 和山下有一个温度来差异 那我说这个水气上下来 这个速度非常快 从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山的压口 一下子这个屋就浓造过来了 而且我们这个区域的 有雾的天气相对比较多 这就是与我们的生态环境 和我们这个山谷地形 有点很密切的关系 就在考察队四处寻找断肠草的时候 路边草丛中 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我们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条蛇 正在享用美味大餐 肯定是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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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蛇是那个鼻子 好尖的 三脚 那它不会伤让咱们吧 吃东西它不会 它已经吃进去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名字 吃东西不会伤口 现在吃东西 正在吃东西 剩下两个青蛙的脚 毒蛇就在身旁几米的地方猎食 也只有绝佳的生态环境中 才会让我们一睹 如此真实生动的画面 为了不打扰这条 正在饱餐的蛇 考察队绕行轻轻地走了过去 就是那个天南心 天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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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的人呢 就是说不要去动这个东西 因为它那个有毒 它主要是根和筋 不能够生地去吃 有毒 但是它也有药 也有药性 可以自那个风肾 还能够去汗 去散这些东西 麦冬队 麦冬队应该是上面长的蓝果子 对 它现在没有了 考察队在山谷中 发现了很多珍贵的草药 专家说 居住在大山里 憋打损伤 风湿 感冒肠炎等等 都是属于常见病 他们就是利用这些草药来治疗 五花姜 你看我来 我来把这个 这个根 这个根做什么 做药 做药 随着考察队进入深农谷的腹地 周围各种 记者从未见过的觉悟 也越来越多 在一大片区域里 寻找一株小草 不易于大海捞针 那里那个山头 那些地方可能有 你看像那个 那个有点疯的 有点像 断肠草在内 这其实是一种疼是吧 对 山谷里渐渐下去了小雨 这给考察工作又增加了难度 大家分头寻找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有了收获了 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断肠草 这个就是断肠草 我都快绝望了 都下雨 走那么半天 都下雨了 我都觉得 我都怕长不到 我现在觉得很高兴 考察队艰难跋涉了几个小时 终于得偿所愿 记者看到 这是一种藤本灌木 棕红色的枝干上 生长着有毛的短叶饼 光滑的叶子边缘 有细细的锯齿 与张高举医生描述的极为相像 专家说 这种植物的学名叫雷公藤 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多个省份都有分布 它是卫毛科雷公藤属植物 其根 荫 叶 花都有毒 毒素成分主要是生物结 食用雷公藤 虽然不会断肠 但这种植物 确实会对胃肠道 产生强烈的刺激 对心肌和中枢神经 也会造成直接损伤 同时雷公藤 也是一味中草药 加工后 可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那像它的话 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生长 它生长在一个是比较湿润的地方 这个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 如果这个水分 如果土荡的水分很高的话 它这个叶子就长得比较好 专家说 雷公藤一般分布于山林的阴湿地带 它的生长需要温暖避风 雨量充沛气候环境 而神龙谷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 咱们这个罗孝山脉是一个南北走向的 它是湖南和江西的分界线 江西在长江里中下游 有一个大的湖 叫鄱阳湖 而在湖南境内的这个北部 在鄱阳湖的上游 有这个东庭湖 而这个罗孝山脉 从湖南最北边的东庭湖旁 一直延伸到湖南最南边 与广东的这个东西下的南岭山脉 相连接 那么说从这么一个大的 巨山脉的分布格局来讲 在湖南和江西这么一个中间 隆起的这个高大的罗孝山脉 主打着东部树上过来的水汽 所以这个地方降水比较多 专家告诉我们 雷公藤的枝条和叶片 受土壤的含水量影响很大 土壤含水量低于20%时 雷公藤很难生长 当土壤含水量达到80%的时候 雷公藤的枝叶长势会很好 叶氯素含量也较高 在神农谷能找到这种植物 说明这片区域不仅降水分配 而且土壤也拥有极强的储水能力 那么神农谷中的土壤构成是怎样的呢 你看我们今天上午一路走来 看到的就是有一些林林山上落露出来的这些岩石 都叫做花岗岩 从我们第一次资料来查的话 整个神农谷 这个区域范围之内绝大部分都属于花岗岩 它的这个作为一个土壤的成土母岩 花岗岩的这个风化土土层往往都比较厚 而且这个土壤肥力比较好 蓄水能力还是比较强 腾气性比较好 神农谷有充沛的降雨 花岗岩的风化土壤又续存了大量水分 因而断肠草在此得以悠然生长 然而令记者不解的是 花岗岩山体通常都呈现出峭壁险峻 风林耸立的外观 可神农谷 星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这是826度左右 在这么一个维度带之间 从全球方案来看 这是这个压热的植被 最发育的一个区域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 由于人际罕至 交通闭塞 再加上当地人对山区的保护意识 神冬谷里的动植物 拥有着极好的生长环境 目前神冬谷区域内 共有植物2019种 鹿生脊椎动物212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74种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9种 神冬谷更是因为空气中 富氧离子含量极高 被誉为中国森林氧巴 生活在这灵秀之地的客家人 原本是为了躲避战乱而走进了茫茫大山 他们获得了与世隔绝的平静 但也面对着新的难题 那就是与自然的抗争 在漫长的岁月里 客家人探索着未知的环境 掌握了各种求生技能 没有水 他们就饮渠灌溉 生病了 他们就进山寻药 虫害发生 他们用火龙驱赶 毒蛇来了 他们设法将其拒之门外 聪慧的客家人 在这里深深扎下了根 享受着自给自足的平静安详 对于喜欢户外旅游探险的朋友来说 在野外如何识别有毒植物 避免与其接触 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技能 可是很多有毒植物的外观 看上去非常普通 很难识别 为此和各种毒 打了多年交道的神浓谷村民 在实践当中 总结了一条经验 他们发现 很多有毒植物的周边 特别是植物本身的枝叶果实上 几乎是没有虫子的 在这儿 我把这条经验推荐给大家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